大家好 今天又來為大家介紹是 Gorilla的超神力小型貼皮剪刀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剪刀有兩款 首先第一把是指剪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頭是直的 這邊可以看到刀刃是直的 那另外一把就是所謂的左剪 那它的頭是朝向右邊的 那現在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這兩把 左剪主要是用來剪在長距離的 跟指剪不一樣 他們這邊有一個特殊的設計 是用來避開比較堅硬的鐵板 那打開的方式兩個都一樣 首先可以看到我們單手就可以打開 一壓就打開 然後輕輕的往上推就鎖起來 一壓就打開 輕輕的往上推它就會鎖起來 是這樣子的一個特殊的一個結構 那可以方便你快速的去打開跟關起來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就要來介紹這兩把鐵皮剪刀的剪裁能力了 首先我們準備了一張 以MM厚度的鋁美合金鐵板 這個台灣常見的板材 這件顧名思義就是剪下去是直的 那它是屬於短距離用的鐵皮剪刀 因為鐵皮它不像是紙張柔軟 所以剪下去的時候可以看到這個 鐵皮會卡住這個剪刀的後面 如果硬剪過去的話呢 除非要用手扳開之外 剪下來的這個痕跡也不太漂亮 這時候你就需要 左剪 左剪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你要把目標要剪下來的鐵片 放在剪刀的左側 那以右扁子來說呢 你就可以很順利的看到 你要剪下來對象的這個點到底在哪裡 那就可以避免剪刀錯誤或歪掉 那另外一個動刃設計呢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很完美的避開鐵板 那就不會擔心剪刀會被鐵板 堅硬的鐵板所卡到 那這樣子進行長距離的剪刀 就是左剪最大的特點 而左剪又叫做左彎剪 左彎剪的目的就是因為它可以在左彎 進行像這樣子的圓形的剪刀的時候 它可以彎的幅度非常大 那它就可以順利的剪出圓形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之所以要一片一片的剪開 是因為鐵板跟紙真的不一樣 它無法就是很順利的一下子 就避開所有的鐵板 所以它一定要這樣子一塊一塊的剪裁 那左彎剪呢 就可以很順利的剪下 像現在畫面中這樣子的一個圓形 它可以剪得非常的漂亮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指剪的應用範圍 指剪的應用範圍就是一次的短距離的剪裁 大家可以看到 當你要剪像這樣子短距離的剪裁的時候 指剪就是非常的適合 因為它可以比左彎剪更清楚的看到 它要剪裁出來的對象是長什麼樣子 就可以剪得非常的漂亮 最後一個部分呢 我們就是要來針對各種材質 進行實際剪裁的實驗 那這是0.8mm的不鏽鋼板 就是白鐵板 大家可以看到直剪跟像這樣子的一個 左剪都可以很順利的把它剪開 那0.8mm的白鐵不鏽鋼板 其實是非常的硬 但是呢 GORILLA的這一款神力的鐵壁剪刀 可以很順利的把0.8mm的白鐵不鏽鋼板 把它順利的剪開 不鏽鋼板非常的硬 所以像GORILLA的萬用剪刀 是絕對無法進行剪裁的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了紅銅片 以及黃銅片 那這兩款銅片呢 都是以mm的厚度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紅銅片呢 可以很迅速順利的被剪開 那接下來呢 是黃銅片材質的剪裁 黃銅片其實它比紅銅片來的建立一點 但是可以看得到 用GORILLA的鐵壁剪刀 其實也是可以順利的剪開的 那這是mm的黃銅片 那大家要注意就是 如果使用左剪的時候 你要修邊 就盡量把你不要的這個 材質的鐵片呢 放在你的左邊 這樣剪下來的地方就會完全 那剩下的這一部分呢 其實就會變得非常的平整 不會彎曲 那以上就是今天 GORILLA神力鐵壁剪刀的介紹 GORILLA神力鐵壁剪刀 GORILLA神力鐵壁剪刀 GORILLA神力鐵壁剪刀